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赞 订阅 你平时的工作就是泡个咖啡 送入文件 打打电话 智肠高点的黑猩猩进行训练 都能干这个活 黑猩猩能接电话 陆总 您今天专门找我吃饭 看来您是没有忘记 今天是什么日子 什么日子 四月一号啊 宇人节啊 不光是宇人节 三年前的今天 慢慢吃啊 送给您的 就是 今天什么日子 我肯定不会忘 送给你的礼物 祝你 宇人节快了 这个我不能收 你为什么不能收啊 你配得上他 陆 陆总 你这又是包又是花儿和蛋糕的 不 这蛋糕跟花儿跟我没有关系啊 这个包是我给你的奖励 从今天起啊 你就是十大新势力投资你的秘书 这出门怎么样 这边也有一个上档次的包对吧 亲爱的灵练 嫁给我吧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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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后吃饭 还在给我订包奸 不 陆总 我想跟您说一句心里话 陆总 我想跟您说句心里话 要说什么 丽萌 我告诉你啊 我最欣赏你的一点 就是你从来对我没有一丝的妄想 这点一定要保持 你要说的不是这个 你跟你说 陆总 我不想做秘书 我想去项目部 说什么 三年前 我面试的时候 我本来想去的就是项目部 但是阴差阳错的 就成了您的秘书 阴差阳错 天赐良机 既然是良心 那你为什么不好好干啊 我对做秘书 我压根就没兴趣 刘总说让我跟在您身边 可以学习怎么做项目 然后他找到了合适的秘书 就给我转岗 可是这一拖 就拖满三年了 丽萌 我看你 对自己有误会 事实证明 你天生就是做秘书的好材料 再说了 我对你还不够重视啊 我亲自送包给你 有哪个秘书像你这么享福啊 享福 你平时的工作 就是泡河咖啡 送入文件 打打电话 智商高点的黑猩猩 进屋训练 都能干这种活 黑猩猩能接电话呀 我并没有侮辱你的意思啊 林茂 你看啊 以你目前的工作料 能拿到这样的一个新手 已经很不错了 你放眼整个行业 有哪个岗位 会像你这么轻松呢 轻松 哪儿轻松啊 不是 偶尔确实是会加个班 那我会也就是打打电话 发个微信 那不费力气 费点变嘛 陆总 今天这事在这儿说不明白 你跟我去一个地方 去哪儿 我家 来 我家 去哪儿 哪儿 我家 去哪儿